严谈新视野来看到中国大陆又有一次新的铁路通车了 就位在新疆南部 再加上先前的铁路 等于中国完成了全球第一条环绕沙漠铁路 过程当中必须要克服大面积的流沙 沙尘暴等等 克服施工的困难 也让新疆出现第一个铁路 中国大陆又有一条新铁路 正式开通营运 从新疆河田到若江的河若铁路 首发列车已经出发 火车行进一片荒芜沙漠 河若铁路特别之处在于 它未在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同时被称为死亡之害的塔普拉玛干沙漠南源 等于全长825公里的河若铁路 65%都会受到风沙影响 为了在沙漠盖铁路 向风吹沙不断的区域 得先克服游沙环境 它每年移动的距离可以达到20米 所以说施工方就修建了这样一座过沙桥 让风沙从桥洞下面通过 这样来保护这个铁路 用大桥横跃流动沙漠 和若铁路共有5座过沙桥高达15公尺 最长的一座全长达18.6公里 而在施工过程若选择修竹变道运输桥梁 就怕一阵沙尘暴吞噬 因此修竹过沙桥采取一边架桥一边铺轨 只好一段铁轨就用平板车运输下一段桥梁和轨道 但光是如此也无法完全克服沙漠环境 如果只是靠修建这样的陆基工程 那不管它修建的再高大也没有办法减轻 或者是消除风沙的危害 反而因为它阻挡了风沙的移动和通过 会使这个区域的风沙形态变得更加恶化 控制沙丘迁移必须制沙 因此过去长达三四年 河洛铁路部分沿线旁 种植了多种灌木和桥木 成为绿色屏障来固沙 而沙漠气候温差非常大 对铁路钢柜会有热障冷缩影响 要焊接钢柜必须精密计算 找到合适温度 河洛铁路的完工也代表着 中国完成全球第一条环绕沙漠铁路 河洛铁路与现有的格库铁路 南疆铁路组成塔里木盆地铁路环线 将中国最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包围 而南疆地区是维吾尔人的主要居住地 也是新疆相对贫困地区 河洛铁路通过南疆 更带有资源开发意义 河洛铁路同时也是一个物流的 一个便捷的通道 沿线的棉花 核桃 大枣 还有包括这个矿产都能够通着铁路 直达全国各地了 沙漠铁路通车大漠景致 禁收盐地也等于前往新疆旅行 更加便利 企图打造民族团结 都在今晚黄信息灵配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